一個普通的婚禮 婚紗、中式衣裙、屁蟹、奶奶晚妝 頭飾鏈年結婚公仔花球結婚戒战 這條線是戒指盒請給Display上的 金珠授求老公的包胎和狗的衣服 以上全部都是新娘自己做的話 那就絕對不普通了 黎安琪英祖本身是會計師 從小都大都很喜歡美術 不過上班很忙 根本就沒什麼時間做手作 搞婚禮她就決定玩大一點 婚紗、屁蟹、甚至是旗袍 由頭到腳她一手包辦 我是趁這個機會去學一些 從來沒學過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穿上身的 Angel都一針一線親手做 還決定為未來奶奶做晚裝 她還認真到拜師學藝做旗袍 學習湯、摺、車、墊的技巧 其實如果以她不是浸泉太久 而是這行業來說是不錯的 其實我看過這個版本的 developer 以她強迫說 從并畫到大的設計 我認真不相信 那份滿足感是比錢買餐買不到的 Angel跟着日本手工书或指仰做分纱 但做出来的赤马不太适合 最后就找Nana指导 忍痛拆掉它重新再做 断断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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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完成 她很努力 Angel也挺会做功课的 Angel连配分纱的平底皮鞋都一样亲手做 做皮鞋考功夫其实更加考耐性 她那个就起码九个小时 九个小时就完成一双平底鞋 很多女生都想为婚礼趁忙做些东西 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舒服 Angel能够这么疯狂 完完全全包办所有的衣饰 相信是她婚礼最难忘的回忆 想看清楚Angel其他的婚礼手作 就请看另一条栋心闻